Hello,大家好,我是特贵,一名研究建立断食和营养的类科医生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健康频道 接下来是免责声明 今天就不重复了,自己看吧 如果你有断食减肥的健康经验 也记得留言切说一下再走 我今天是5月23日 那么10个月之前,我的体重是83公斤 身高1米74 执行一日一餐270天之后 我的体重最低曾达到67公斤 累计减重15公斤 然后我觉得体重过轻 通过低趟饮食又将体重维持在70公斤附近上下幅度 今天想测试的是一日一餐吃要饱 然后每一餐我会增加150克的碳水 比如说香蕉、橘子、红薯 然后再配合高强度的双缝运动 我能持续的瘦下去吗 那么废话不多说 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整个过程吧 现在是5月23日早上10点钟 现在我在大山之中一个村落里面 然后今天感觉也恢复错 昨天然后睡得也特别的早 差不多睡了有快9个小时 我觉得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一周有个2到3次 最多不要炒5次 太多的话感觉身体也是不太能吃的消的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先跑5分里 在这个测试开始之前 我的体重是71.25公斤 我们看一下我的跑步的距离1.17公里 跑的不多 因为跑着跑着就下雨了 快11点了 跑一圈之后 一样感觉饱腹感很强 所以一直饼吃是不饿不吃的原则 我一般最早最早吃的一餐是12点 不知道凭背后的你们都是几点吃早餐呢 咱们这个断食也不是绝食 咱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营养不良 所以咱们在进食期间就得补充足够的营养给咱们身体 比如说BQ的脂肪酸 中原起来就是要吃好吃饱吃得有营养 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都吃些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菜呢 有什么呢 这个是那个茄子饼啊 这个是笋子炒肉 虾米 锅笋 蒜苔炒肉 这个是豌豆啊 这个是蘑菇蛋 这个呢就是羊肚子啊 火锅老爸像啥样的 OK 现在我已经断食快18个小时了 我们就吃一顿好吃的 好了啊我们这一餐就吃完了啊 非常棒的生铜餐 回到农村老家的这两天里我长胖了 第一是因为菜饭太美味 第二是因为家人的观点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我就破例分别在中午和晚上吃了凉餐 没有吃米面糖 只吃蔬菜和肉 餐后呢额外补充了150克的香蕉和橘子 回到家发现我的体重从71公斤长到了73公斤 怎么感觉运动减脂的速度抵不上吃饭增肥的速度呢 那么就开始双缝的训练 哈喽 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大概7点钟啊 测试一下今天一日一餐的身体效率 然后呢 现在是9点32 打两半小时了 今天的状态不怎么好 有点疲劳 可能有这几天运动过渡有关系 好 我们来看到第三天的体重是多少 70.85公斤 没有涨也没有跌 不过现在是5月24号中午11点29 今天呢我们依旧会来撤墙我们的血糖 开始前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呢 开箱一些什么东西吧 OK 血糖试纸和柴血针啊 这个是什么呢 医疗临霉的 科普书 你再看最后一个是 这是14天寿命 多活45年的自癌奇迹啊 非常有趣的一本书 也是关于 癌症治疗的 关于这个 肿瘤吧 也是大家以后 经常会遇到的物理 研头 研读完透 这篇书之后我会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记得关注 然后我说说现在的状态啊 从昨天下午3点钟 吃完一顿饭之后 到今天是12点 没有吃任何东西 我已经断食21个小时了 好 我的血压是173啊 要知道我之前的血压是140呢 低压也是90呢 接下来就是测试血糖 血疼的环节了 好 测试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血糖5.1 血疼是1.4 大家对于这个结果如何呢 我感觉我的血疼是偏高的 我之前的血糖是3.9 血糖是2.2 这可能跟我这几天 每天再摄入大概150克到200克的香蕉 和橘子有关系 然后这个简单的测试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想从这几天的测试中 搞清楚的是光靠运动 真的很难持续说下去 7分吃3分链 打造异兽体质的核心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选择适合自己的饮食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美容 也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